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光荣使命 6号晚在乌鲁木齐上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何立峰 与各族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晚会在交响合唱《兵团儿女新向党》中拉开序幕 展现了党齐呼应下兵团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者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兵团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的壮丽篇章